貝克 N.9 9號 克利斯 換了克羅馬 再說謝亞拳的三分球 加上這一顆他今年賽季25歲出手近12球 投得極大空檔 貝克拿到進攻籃板 再給到克利斯 阿巴西稍微看了一下 就不大 林靜寬稍微推了一下 裁判覺得還好 阿巴西換到克羅馬 應該再分出來 高低位這邊配合 頂哥給到的是籃板 曾文鼎 再給托車進來的貝克 漢米爾頓 裁判抓犯規 第一位 費框 想要再調給曾文鼎 貝克又拿到 好 嘗試 這差點要超到球 結果又重新回到 菲克 維加豪 這個位置剛剛才出手過 好球 來 底下是菲克補進 前面 小安 再巧安 被躺下來 又被定板 今天第二眼看 其實傳托很漂亮 小安上籃之後 已經提前起落了 還是遭遭被打下來 這個真的就是菲克他不放棄的一個拼勁 克里斯在位給阿巴西 現在要打蔣約安這個點 再給了菲克 拖車進來雙手灌籃 克羅馬來發球 菲克想要球 希望給克羅馬帶來一些體力上的負擔 還是被拉下來 今天五投一中 又發生了什麼事 又是李奇偉嗎 牆邊這邊有人倒地 菲克想要來打克羅馬這一點 菲克左頂右頂 頂到了一點空間 他二次起跳 自己在把... 掉到籃底下 這個位置是被菲克要到 籃底下空檔 頂哥這個球被影響到了一下 下圈再做一個助攻給到了菲克 籃板三助攻 兩超級 哇 球沒氣了 跳投 球也彈出來 第一拍 現在 當然還沒進到加法 調地位的一個配合 開落配合 籃底彈道都比較偏 哇 菲克 真的是快如閃電啊 所以... 就讓他慢慢練吧 現在不是季後賽 也不是說這一分來講 阿巴西 空中找隊友 阿巴西的防守算是滿成功的 但是阿巴西這邊 做了一個後門 阿巴西 感谢观看